夏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 在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 有一座古桑园 这里结的桑肾香甜可口 传说这些桑树都是一棵树王的子子孙孙 桑树每到现在这个季节都会破肚肠 这是怎么回事呢 谈古论今 今天我们就给您说上一段 话说东汉初兴之年有一奇闻 却说那东汉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 方才斩霸王莽行至河北尚未得片刻安歇 又被王昌悬赏十万户是通缉捉拿 事处无奈只得促驾难远 可谓是晨夜不改入城邑 设时屈尊于道旁颠沛流离 时日刘秀行至季县前野厂村 是激火烧场蛇躁难忍 抬头见村中几棵经年老树 桑枝之上布满乌肾 是汁水风营 刘秀心想 这真是雪夜欲炉火 是酒汗风干林 玄机宝石一顿 风采游历难逃 临行之时 刘秀许诺 他日若登基为帝 定要封这桑树为王 以报今日活命之恩 不曾想派去封赏之人 不时这桑树春树之别 勿将树王之号封于春树之头 这才有了这则民间传说 桑树旧驾春树封王 乐得春树臭变香 是气的桑树 破肚肠 听罢了这则民间传说 想必再吃上这么一口桑树 这味道又多了几分 其实这桑树破肚肠不是被弃的 而是其特殊的生长特性 将这个桑树 它有它的特殊点 它有一个习性 叫破肚肠 在每年 就说这桑果即将结束的时候 也就是卖秋时节了 在它枝岔的位置 它会有这种自然开裂 这也是一个自然现象 这也是民间传说的一个由来 您知道吗 这香甜可口 鲜嫩多汁的桑树 可不都是乌黑色的 还有一种奶白色的桑树 可谓是桑树中的佳品 据说在古时候 还一度成为了皇家贡品 桑树在我国 已有几千年的种植历史 据了解 2021年 我国桑树的种植面积 已经超过了一千多万亩 桑树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 所以它被卫健委 列为药石同源的农产品 据业内人士分析 桑树的产业规模 或将超过五百亿人民币 目前在江西湖北等地 正在延伸桑树的产业链 把它酿成酒 晒成干 榨出油 根据桑树的保健功能 针对市场所需 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商品 所以这几千年的桑树 到现在 不会再被委屈的气魄度长了 而且正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好 好 好